老板 回家又起来了 那我们的工资一万六千屋 都给我一万屋 剩下那一千屋 他偷偷给泡泡了 那一个月一万六千屋 这工资舒适不抵啊 不抵是不抵 不给我外面啥用啊 这个扎说啊 这个子女工作了 给老人一些家用 这也非常正常 是的 这我也能理解啊 这不是千朵千勺的问题啊 主要是 这是福气工程商店 他都不过警工的允许 也不过赏粮都给了 那是 应该给你搭上找屋 我再说了 他还有个儿子的 不能说管阿给啊 这要他给他吗 他他不给啊吗 反正这个福气省患啊 还是要多沟通 多卸掉 那你这个音乐是咋回事啊 我去找阿婆婆要去了 阿婆婆说的 这钱啊 你第一结婚都是缓完了 没有了 阿婆婆说的 都有钱要再给啊 这算价了 那这应该呢 我不是说吃回事 他说给我 当面不给我了的 我看他主张一个是 我拿走了 阿婆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 问我是不是拿出东西了 他主张有一块儿的东西 他来可执念 过年给他弟弟结合用了 拿出了 你赶紧给我送过来 那可执念 我一听可执念 那不容啊 我得过来看看到底制作呢 您的意思就是这一块儿银苑 这块银苑的话确实能知一不稳欠 这个是汞波的盒子 龙凤凉椒 哎呦 龙凤凉椒啊 据川温是扑一大混肉食用的 但是据食尿可差的啊 并不是这样 龙凤凉椒啊 采用的是十二温掌 十二公掌的话 是民国的国徽 这个是原生该成立之后啊 当时冤大豆还在法性 很多人建议啊 取消冤大豆 然后就用了这个 龙凤阴币取消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嘛 像这个龙凤阴币啊 由帝王涉山 就以至没有采纳 所以说啊 龙凤法性的面子 由乙怨 凉胶和乙胶 乙怨是四周扬币 价值百万级 是这样 是这样 乙胶和凉胶啊 烧量的法性了 乙胶和凉胶的价值啊 和乙怨四周扬币的价值 相差很大 然后看清这个姻怨的状态吧 收钱哎呦呜呜啊 给的粉质很高 粉质高的话 也会适当的假一些假 收钱看龙凌 龙凌是圈龙凤鱼 凤鱼类也没有任何摩孙 没有大的壳膀和花肠 整体来说是特别漂亮的 而且啊 像那个龙凤阴币啊 用来结婚 特别合适 收钱啊 龙凤 龙凤成像 其次的龙凤 手上更拿一个小酒杯 也寓意着 亲色和命 十二掌啊 字鼓就有 也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然后再看你字的这一面吧 字的这一面 六桶痕迹也是几乎没有 中间有一些财宝奖 状态不错 字抠圈审达 连小主权小内池就没有摩孙 这个的话 我能给你鼓到一万块钱 不成问题 看吗 都应该给不过钱 这啥情况 嗯 我结婚的时候都没有 这叶子这一块都一万块钱的 那桌上好几块的 哈哈哈 银院啊 先银院 用来结婚啊 也是比较合适的 老板 你不是说这是值一万吗 给你吧 嗯 实际啊 美女 有啥说啊 这个状态啊 是十分好 龙凤啊 本身的比较小 能包含这个状态呢 价值都不低 而且命年啊 就是漏年了 这个东西啊 张的几率还是比较大了 再说这一定要结婚了 我估计你弟妻啊 应该也见过 你要给他卖了 这就不合适了 我捡一件啊 你还换给他 老板你说的对 这东西是不是越放越贵啊 嗯 是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整鱼啊 一定无法再省啊 物以喜为贵 所以说呢 它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那我煮了好几块的 那我煮了点 这要不薄 这要给它平衡 反正躲协调都不同 哦 他给它二十六过的 我想给二十六过的 那是嘞 给孩子留些这东西啊 比春芡强 有没有啥 第一这又摞出重的文化 第二无法再省的东西啊 它以后会越来越薄的价格 嗯 好好装 谢谢老板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